好的,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令东来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天机在迁移工 天机它是变动的星耀,它是活动多变的星耀 所以在迁移工呢,最好是出门 如果你不出门的话,书上写的是 会生出是非,心烦意乱 其实这个道理呢,非常简单 我告诉大家,迁移工有天机的人 如果你不出去,那么你就总被这个天机的诱惑给影响着 听着啊,天机它好像是一辆大巴车 那么这辆大巴车天天停在你家门口 所以说呢,你注定你会受到它的影响 你的对面嘛,你的命工的对面就是迁移工 你的迁移工有天机,就是说你能看到出去有机会 但是你不出去的话,你就很难得到这个机会 所以呢,如果你不出去 那么这个是容易心烦意乱的啊,容易有这个不好的情况 总之呢,如果你迁移工有这样的天机,那么我们一般都推荐 出门有力啊,除非是煞心很多,那就不要出门 但是呢,也要注意,煞心很多,又加天机 那么这个人呢,他可能想不出去都不行 做笔记啊 有些事情由不得你,像这个天机加上煞心,或者天机化际 这种事情由不得你,想不出去可能都不行 这是令东来讲的啊 天机聚门,在外面可以创业 天机天良,在外面有贵人扶持 天良心呢,表示帮助,而且呢,有现成的机缘可以获得 这个机缘呢,就是天机啊,天机呢,是机会 天良呢,可能多少带有一点缘分色彩 天良呢,他是父母主 那么父母主呢,他表示帮助,表示传承 表示一种宗教,哲学,命理,老人心 他呢,多少有点缘分色彩吧 如果天机遇到煞心很多,那么出门不利 破财,吵架,虚惊,意外灾难 这种结构呢,最好是劝他不要出去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研究 这个人呢,就算强留在本地啊,也很难做到 就因为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会让他呢,出一趟门 与太阴,禄存,化禄,拱照 在外面能赚钱,而且赚不少 欲天马,有煞心,表示奔忙不定 劳禄非常啊,这个也简单 天机本身就是变心啊,动心 又加天马,两个奔波的星耀 所以说呢,就会跑来跑去,跑的很多 又加上煞心,那就一边跑一边吃苦 王庭之评注 天机在天移宫一般都适合去外面 去外面就有机会,机会多 但是如果有煞心,那么就是坏机会 稍微一两个煞不是很要紧 但是两个煞心以上,这个天机呢,就比较差了啊 呃,原文呢,他说留在原居地啊 这个人呢,他会心烦意乱 这是对的,至于有没有是非呢 这个不好说 呃,命功为天良 千移功是天机 这样的人呢,只要不做生意 而以专业或者一技之长,安身立命 呃,或者聚门在命啊 从事口舌生财的工作 都可以减少是非啊 减少这个心烦的刻印 这个呢,其实你不出门的话 你心里肯定会烦的 因为你千移功有出去的机会 而且你能够看到 出外可能更好一点 但是呢,你现在又住在这里啊 就是不太好出去 那么多少会有心烦 至于这个是非呢 一般是要有煞心啊 第二条,天机聚门同工 或者天机聚门对拱啊 移出外创业 聚门星做命啊 天机在千移功的 这样的人呢 在外面可以创业 因为聚门做命啊 他是有创业才能的 只要有几个集星 或者有个四画 画权呢,画路啊 这样的男人 都可以创业 女人的话不好说 做笔记啊 事实上 根据令东来的研究呢 女人聚门做命的 还没有几个创业的 我遇到的这个女人 自身事业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武区的啊 这是确实比较多 因为武区女命呢 他对感情方面啊 并不是很看重 而对自己的事业呢 更加的着重一些 因为这样的性格 因为他的着重点 所以说呢 因为这样的着重点在这里 所以说他更加容易成为女强人 书上讲的天机会照巨门 或者巨门做命啊 对面是天机 或者命宫是空的 对面是天机巨门 都可以在外面创业 甚至于流年 有天有这种结构 也是创业 做笔记啊 如果你原局命盘 有创业的才能 或者有创业的想法 然后你流年又走到迁移宫啊 流年命宫是空的 流年迁移宫是天机巨门的话 都有可能创业 天机天良 同宫或者天机天良对拱 那么天良呢 是贵人心啊 他能够帮你 能够阴避你啊 阴呢 就是树阴的阴啊 是照顾 避呢 就是避护的避啊 更得左辅右避 天盔天悦 那么帮你的力量 加强做笔记啊 如果说这个天良心 又加左右奎越 那么帮你的力量 就加强很多 或者说呢 你的牵移宫有天良 你的财拨宫和关路宫 有着服右避 帮你的力量也加强啊 一个意思 你不管这个着服右避 是跟这个天良同宫的 还是照到你的命宫的 反正他都表示帮助 第三条 天机在迁移宫 遇到煞星很多 遇到空姐 一般是破财 遇到火灵 一般是意外之灾 或者是有虚惊 遇到情阳 表示口舌是非 遇到陀罗 表示暗征 这里我解释一下啊 遇到情阳 口舌是非啊 也包括了这个 动手的这种打架的一些情况 做笔记啊 天机在迁移宫 遇到情阳 又见其他煞星 其实不仅仅是口舌是非 这么简单 如果说有煞星画迹 有可能会跟人有打架的情况 遇到陀罗 那表示暗斗 第四条 天机他不是财星 如果说在外面 这个想要赚钱做生意 最好是要有路药 有这个财星 有太阴 或者路存 画路都可以 原文说天机太阴 路存画路拱照啊 表示出门得财 这个很简单 如果说又有路马交持 那么可以做国际贸易 其实除了国际贸易以外啊 只要是贸易活动啊 跟人打交道的 都能够赚到一些钱 这样的男命呢 还是比较好 女人的命呢 一般般 女人如果说命工是空的 对面天机太阴 路马交持 虽然说啊 他本人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归根结底呢 比这个男人的盘呢 要差一些啊 很多命盘 他的这个结构 这种组合啊 一般来说呢 女命都不如男命 因为这个女命 想要成为女强人 想要发展的非常好 那么你必须要看 这个女人的性格是怎样的 如果这个女人啊 就是追求稳定啊 追求一个 家庭方面的相夫交子 就算他的三方夫政 成格局了 急性很多 那么他本人呢 也只是普普通通啊 只能说呢 可能家里面好一点 这个丈夫的条件好一点啊 等等 如果天机没有路存化路 只有天马 那这个人呢 他是履行之命啊 居无定处 到处跑来跑去 奔忙不定 奔波性质非常强 又加上煞星 那就变得老路 没有煞星 那就是经常走 但是呢 也不算辛苦 好 再往后看 天机在奴仆宫 天机在奴仆宫呢 这个比较简单 天机呢 他是变动的新药 所以说呢 你身边的朋友 常常有变换 表示有各阶级 各方面的朋友 天机入庙 能得朋友的帮助 并且有助力的职员 天机聚门 那就容易吵架 容易有莫需要的口舌 就不必要的争执 天机遇到秦阳 陀罗会照 受朋友之类 或者小人之陷害 多纠纷 多是非 火灵相遇 多争斗 多气恼 这个很简单 大家看一下 我不解释 空姐大号 一般会破财 那么关于这里呢 我还是要多说一下 其实一个人的奴仆功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位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的奴仆功 他表示你的普通朋友 如果你的奴仆功比较好的话 那一般而言呢 你身边的人呢 比较上档次 如果你奴仆功不好的话 那么你身边的人呢 不上档次 都是一些这个比较差劲的人 那么你跟这些人混在一块 你自己的水平也不会太高 所以说我们呢 看盘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古人他理定的一些格局里面 这些格局嘛 奴仆功一般都不差 比如说极向黎明格 他的奴仆功呢 太阴入庙 比如说七杀在武功做命 七杀在武功做命呢 他的奴仆功呢 就是天同在亥功入庙 还有这个连真 连真在深功 这是雄秀前缘 跟这个七杀在武功是一个意思 连真在深功做命呢 他的奴仆功太阳太阴同工 这种奴仆功都是相当好的结构 所以说大家学斗数呢 要懂得理论结合实际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很低啊 档次很低 层次不行 那么你本人呢 也会受到影响 还有像是古人断的一些格局啊 这个连真天府做命的 连真天府在虚功 那么这个人的奴仆功呢 太阳入庙啊 太阳天良都入庙 那当然也是奴仆功比较好 还有一些呢 我就不举例子了 大家不妨研究一下啊 如果你的奴仆功是天机 那最好呢 就是有点极星 不要有煞星 有煞星的话 像这个地空地结啊 火星灵星啊 秦阳陀罗呀 煞星多 那表示你身边的朋友呢 比较差劲 不上档次 这种时候就 不是很好了 王庭之评著天机星表示变化 不拘一格 所以不管是有级 有凶 一般呢 他有各阶级 各方面的朋友 但是这种也可能只是泛泛之交 比如说他认识一个 这个单位里面的副总啊 但是呢 他只是认识人家啊 只是说点头之交 这种的没有什么意义啊 天机呢 一般来说很难有深交啊 只是泛泛之交 未必有良好助力 除非是天机入庙 这个呢 得朋友的助力会大一点啊 一般来说呢 朋友会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啊 会给他这个出谋划策 因为这是天机的性质 呃 王庭之认为呢 天机只有见左右奎越 才能够得朋友支柱 但与其交友公有伏必奎越 不如命公有伏必奎越 呃 我呢 我的态度呢 是这两个人呢 说的都有道理 其实天机在奴仆宫入庙啊 多少是能够帮你的 但是不能见上 见了煞星啊 阳陀火灵空节 任意一个都降低他的帮助 而且天机在奴仆宫 他对你的帮助 显然没有这个太阴入庙啊 没有这个太阳入庙那么好啊 没有这个天良入庙那么好 一般来说呢 奴仆宫像这个天同啊 天良啊 天府啊啊 都还可以 紫微的话 那么有优点也有缺点啊 我都讲过了 太阳的话有优点也有缺点 太阳在奴仆宫啊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 我是怎么讲的 太阳星呢 是一颗贵星 所以说他落入奴仆宫 一般来说呢 你交往的朋友啊 往往就会比较骄傲 就你得服务他啊 他呢还觉得理所应当啊 在这一点上太阳跟紫微呢 是一致的啊 就是大爷的性格啊 你帮他断茶倒水 他连个谢谢都不说 那可能就是一个太阳星 这个需要大家呢 这个需要大家呢 注意啊 当然太阳也有它的优势 稍微遇到几个极星啊 极化 那么你交往的朋友呢 有层次 有档次 并且呢 对你有帮助啊 这个需要大家研究研究啊 甚至于呢 没有极星啊 就一个太阳在那儿啊 你交往的朋友也不算差 当然也不能太多煞星 太多煞星的话 你这个太阳也没有什么用了 王庭之讲 奴仆公有腐壁奎越 不如命公有腐壁奎越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没有错 我们再看第二条 巨门不喜欢在奴仆公啊 表示容易跟他的下属 容易跟他的朋友产生口舌是非 也不喜欢天机巨门同工啊 表示因为口舌是非而分离 容易因为误会而失去朋友 天机化际或者巨门化际都会失去朋友 巨门化际那么吵架很严重 天机化际那么流失很严重 做笔记啊 巨门化际吵架变得严重 天机化际那么流失变得严重 天机它是谋臣 化际就是不高兴 谋臣不高兴啊 那就走掉了 就好像是书上说的啊 这个史记史记里面的鸿门宴啊 这篇文章里面 范增他就是项羽的谋臣 范增呢 他就劝项羽呢 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 但是呢 项羽犹豫不决啊 没有杀掉刘邦 结果呢 这个范增他就不高兴了 他就说数子不足与谋啊 就你这个小子不配我给你去出谋划策 然后呢 他就走掉了啊 这是天机化际 所以我们看盘的时候天机化际 他冲这个夫妻宫很多时候比天机化际做夫妻宫啊 还要凶因为天机化际呢 就这个人呢 不高兴啊 不愿意给你出谋划策了 不愿意在你身边了啊 他要走 他不愿意待在你这里了 这就是天机化际的流失性质啊 奔走性质 离开的性质啊 等等 呃 相反天机天良同工啊 在奴仆宫的话 那么比天机巨门好很多啊 很简单嘛 其实天良在奴仆宫的一般都不差 天良心呢 他能够帮你 能够照顾你 呃 可以有年长 有助力的同事啊 一般来说年龄越大 相处越好 做笔记 如果说跟你年龄差的很小 跟你童年的一般帮不了你什么 如果比你大个七八岁啊 一般都能帮你 大个十几岁 那相处更好 大个三十几岁啊 更更好 那么 这个天良在奴仆宫呢 其实你找比自己小的朋友也相处的不错 但是因为他比你小 所以说呢 帮助色彩就减轻做笔记啊 令东来今天说了 你教比你小的朋友啊 你说老师 这个朋友呢 他比我小七八岁 可不可以结交啊 当然可以 只是这个天良呢 在这里他只体现出年龄差距 而不能体现出帮助了 因为他比你小太多啊 你总不能说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 他就能够帮你特别多 一般是不会的啊 天良心呢 他也表示原则啊 得到忠诚的见友 这个呢 说的对 更有 辅弊奎越 昌曲 尤家啊 文昌文曲 表示感情好 左辅右臂 天奎天悦 增加助力 奎越也增加朋友的档次 呃 但是如果见天马 那么助力很短 如昙花一现 这个呢 我解释一下啊 其实天机天良呢 他不可能跟天马同工 王庭之这里讲的呢 应该是翻方覆正 但是翻方覆正遇到这个天马的话啊 天机天良 翻方覆正遇到天马 呃 只能说呢 朋友容易流失啊 朋友呢 变换速度更快 做笔记天良加上天马 那么朋友变换速度更快 呃 仍然有助力 但是呢 助力不持久啊 昙花一现 呃 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令东来的这个仆义工呢 就是两马飘荡啊 天良天马 那么我的下属 我的朋友 以及我的学生啊 肯定是每年都有变化 每年都发生改变的 呃 你们对我呢 一般来说并不是助力啊 是说一种金钱方面的助力吧 还说得过去 其他方面呢 暂时还没有看到 那么我这个两马飘荡呢 其实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不管怎么样啊 我这个天良心呢 他是入庙的 各位同学呢 仍然是这个比较中后啊 比较厚称的一些人 那么这个助力短呢 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我每年都收新的学生啊 他有一个流动性 其实呢 是不要紧的啊 如果不流动啊 每年都是你们这些人 那么我今年收不到新的 明年收不到新的 那我这个事业呢 反而做不下去 所以我们不能说见天马就变凶 我们只能说天良天马或者天机天马在奴仆宫呢 这样的人呢 朋友时常变幻做笔记啊 身边的朋友下属学生每年都发生变幻 见到火灵羊驼空节啊 主要是里面啊 奴仆宫里面有这些煞心 那么人缘不佳 朋友稀少 天良呢 发挥出顾客的性质 三方思政见到影响会小很多 第三条天机情阳啊 跟朋友呢 多争端 或者是受他无心的牵连 反正天机情阳呢 其实这样的结构吧 朋友对他是没有帮助的 以及呢 朋友数量会降低 天机陀罗呢 那么你的朋友就比较精明 这个人呢 容易是损友 或者是背叛你 出卖你啊 小人侵害 天机化际尤其不利 两者比较啊 天机情阳比天机陀罗 性质好一点 其实不能这样讲 光有一个天机陀罗 那么你这个损友呢 还不是很严重 如果是有陀罗 又有阴煞 天虚 天遥 文昌 文昌 文曲 画际 那么这个小人性质呢 非常严重 光有天机陀罗呢 大家不要太害怕 其实我倒觉得天机情阳的危害 比天机陀罗更大 因为这个小人呢 谁都有啊 多多少少有一点 但你奴仆公 交友公啊 天机情阳啊 你说你朋友呢 总是跟你合不来 总是跟你有矛盾 那么 而且这个情阳呢 他也冲照到你的兄弟公了 这个 在合作方面呢 也容易出问题 小人最严重的 那就是陀罗 阴上 天遥 天虚 文昌 文曲 画际 以及呢 天机画际啊 或者太阴画际 如果跟朋友吵架 一般来说跟巨门有关 或者跟羊驼有关 情阳 天形啊 都表示作对 表示伤害 巨门 表示嘴巴 巨门画际 那么口舌就容易有是非啊 或者受人指责 再看第四条 天机火星 或者天机灵星同工 都表示朋友越多啊 争斗不合 越多啊 容易受气啊 容易这个受伤害啊 给他们弄的吐血 吐白墨 会到巨门画际啊 更加的是会跟这个朋友呢 吵架啊 这个闹得不可开交 天机是变动的星耀啊 见地空地结 他对财运不利 表示为朋友破财 或者因为下属无能而遭损失 其实天机如果说在奴仆宫 见到煞星多呢 结交的人呢 往往没档次啊 朋友帮不上你 这个呢 是影响你的这个格局大小的啊 这一条大家不妨研究一下 其实两个盘呢 可能啊 你们看看 两个盘呢 三方复正差不多 但是呢 可能地位差的很远 因为这两个人呢 奴仆宫啊 差的比较远 呃 还有一点时间啊 我们把这个天机在关禄宫的也讲一下啊 明天呢 开始讲王庭之屏住 天机在关禄宫 这个天机呢 它是动星 所以事业多变动 见到极星 那么事业呢 有多种发展啊 容易身兼数值 很简单啊 文昌 文曲 画科 会照啊 适合文化工作 大众事业 或有专门技能 专门技能呢 一般会遇到天良星啊 做笔记 这个武区啊 天良啊 破军呢 天象啊 其实都有技能复材 当然天象的技能呢 要见到煞星 天象如果不见煞星 那可能就没有什么技能了 天机入庙 见到陆全科啊 明镇四海 国家动梁 政界要人啊 能人能能文能武 这一段话呢 讲的都是对的 天机在关禄宫 虽然他不是动星 听好啊 天机在关禄宫 虽然这个人呢 他天机呢 他不是关禄主 刚才口误了啊 天机他是动星 但他不是关禄主 只是虽然说天机 他不是关禄主 你这个人呢 因为你是天同做命的 天同做命啊 表示白手起家 天同跟天机呢 永远是三合的 那么 天同做命 如果你命宫 见到极星几化 见到的这个组合比较好 关禄宫呢 也不差 那么你仍然可以成为这个国家动梁啊 成为政界要人啊 明镇四海 天同的盘呢 一般来说是要有极星 以及呢 要有画路 画权 画科啊 才能够说他是一个好盘 天同的这个男命啊 最好呢 带点煞心啊 来激发他的上进心 女人呢 其实最好就不要有文昌文曲 具体的原因呢 我的个人网站上呢 其实写的都比较详细了啊 如果说天机落线在关禄宫 那么这个组合呢 他是天同心在有功或者是天同心在卯工作命啊 这个卯为害三合 富有丑三合 这个丑功和卫功的天机就是落线的 书上说呢 最好是上班 这个大公司或者公共机关 这个呢 看一下就行了啊 羊驼火灵汇照 那这个人呢 就经常换工作啊 或者呢 事业性啊 流动无根 以及呢 工作上呢 发展不顺利啊 煞心太多了 如果你的官禄宫煞心太多 那么这个人呢 事业发展不顺 而且呢 事业方面 没有一个这个 前景啊 做笔记 那么我昨天呢 出去吃宵夜啊 我跟这个烧烤老板 我还跟他聊天啊 他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做互联网啊 以及呢 讲课这一块 他就说你们工作好啊 你们现在一个月赚的钱多呀 我跟他讲 我说其实呢 我赚的钱多 钱少都是小事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长期性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 我不断的去写文章啊 不断的去推广我的网站 不断的去收心的学生啊 不断的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前景呢 是会越来越好的 我的名气越来越大 那么我的收费价格就会越来越高 这个呢 他属于一种前景 那么这个烧烤老板呢 他因为在这个小镇上面 这个小镇呢 就只有几万个人 这几万个人呢 无论怎么样啊 就算说这些人呢 就算说是这个 他们拼命的生孩子啊 这个小孩长大了 吃烧烤的时候 那还得有几十年 这个人口就限制了 这个烧烤摊的这个营业额 而且呢 还有人跟他竞争 所以他这个工作呢 一般来说呢 前景不大 虽然说他也赚钱啊 也赚不少钱 但是他要想啊 今年赚十万 明年赚二十万 后年涨到三十万 在这个地方做烧烤摊呢 基本上不可能 除非是他到城里去 但是那种情况呢 竞争也更加的激烈 如果一个人 关路工好的话 一般来说 他的事业呢 有前景 这里需要你们呢 做笔记 天机加上空节 在关路工的 那最好不要投机倒把啊 应该脚踏实地发展 今天呢 就说到这儿啊 这些呢 都比较简单